一笔财近载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很胶着 因为那个指数空间都不太大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从今天早盘到目前为止来看 最高跟最低大概只有60来点左右 所以一直在平盘附近 稍微上下震荡 稍微拉起来一下 可是也还是走区间 那当然你整个指数 台北股市从10月初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涨得快2000点 那涨多了这边有点区间 那也算是合理 可是问题是 你涨多之后的区间 是要再往上涨还是往下抵 这关系到什么 整个个股上面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盘 后面要去做什么样的股票 先把盘离清楚 所以我们先从盘市 先从盘市的看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个股要怎么做 好不好 那这盘怎么减 涨上来了 这地方这边开始 慢慢这两天开始走区间 好那各位 我今天测标有写了 本周的重点 一个是通膨 一个是美股 那通膨跟美元有关 那美股可能要注意一下月线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本周的重点 因为礼拜三的时候 美国要公布PCE 就是说对通膨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你来仔细看 上个月的时候 美国核心PCE年增3.6% 这是创30年以来的新高 那如果说你这个礼拜三 再公布出来的PCE 这个数字还是一样在创新高 那我跟你讲 等到那个12月上旬之后 又要公布CPI 又要公布PPI 那个东西都跌不太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这个通膨的数字 还是在高档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跌不下来 你看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股开始走震荡对不对 可是美元指数 它礼拜五最高来到96.2 钱高在96.24 就代表着说 它又有机会什么 再创新高 为什么有机会创新高 因为现在整个 美国市场上面的氛围 因为你现在通膨居高不下 那之前大家在讨论说 你连准货要不要缩表 好那结果上次缩表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不是缩表的问题而已 因为你通膨飙升 多位联准会官员 现在需要要加速缩表 然后接下来的升息 这个速度 他们认为说也要提款 所以什么鸽派 也转到鷹派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PCE的数字 还在居高不下 连带的后面的CPI跟PPI 也下不来了 那所以市场上氛围 就会开始转向什么 哎能不能提早升息 这都要怪谁 怪那个鲍尔啦 真的他自己那个研判错误嘛 他不是说年底的时候呢 那个通膨就差不多到年底嘛 就现在都下不来啊 你看他在官位 他的联准会主席 搞不好会被换掉 好所以呢 如果说PCE的指数 继续再往上冲 我跟你讲 美元的指数就会往上攻 还会再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跟他讲 美元要看到三位数字啦 好你们现在已经看 一直慢慢的往上 好像要去挑战百元那个关卡 那如果美元太强的话 我跟你讲啦 股市一定动荡的啦 为什么 那个资金会跑出去嘛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在哪里呢 第二个重点其实 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分析过了 我有跟大家讲说 有一个时间点 你要注意一下 11月10号嘛 今天22号了嘛 对不对 你看哈 两个礼拜之前 我就有跟各位讲 美股这地方我是先把它看区间啦 好那这个区间呢 就要注意什么 因为如果你美元太强的话 美股也要震荡了 那如果说你这个区间盘局呢 造成说你月线上来之后去破月线 我都是跟大家讲下旬嘛 那下旬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啦 差不多这礼拜后半周左右的时候 就接近下旬了 如果说让美股这地方的盘局 有破月线的风险的话 你觉得台北股是是不是要继续攻 不合理嘛 是不是 我们就用逻辑去推演嘛 对不对 所以台股后面的震荡 它也会加剧 所以这个礼拜的重点要注意一下 一个就是PCE的数字 再来呢 就是因为到下旬的时候呢 美股啊 它会不会有什么 破月线的压力 好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啊 你一直盘 稻穷已经先破月线了 高科技股是还没有了 但如果你美元走强的话 你还是维持区间嘛 你这个月线就越来越上来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一维持区间的话 你就要提防了 这个地方啊 稻穷 会不会像稻穷一样 它是跌破月线 哦那到时候的动荡会很大 好那当然你会说 老师那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 我要怎么做 好那各位 这个地方啊 你只能从个股的角度里面去抓啦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提示过嘛 盘要怎么走 其实我们都有事前跟大家分析嘛 我说我们都解会来盘 那时候我就说结算之后 台股考验才刚要开始 那当然如果说台股这地方啊 受美股有破月线的压力在的话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用布局的心态去面对11月的盘 但是什么叫做用布局的心态面对11月的盘 我跟他说 你还是要去掌握新的轮动 为什么 你不要去追啊 如果震荡下去的话 你就不要乱追啊 追到高点不就要套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讲啊 操作的重点 去抓轮动 那什么叫轮动 不是说等他动起来 那是叫轮动 是你要看得懂这个盘 那未来怎么走 这个时间点什么样的个股是最有机会的 那当你会说 老师我抓不到轮动 那什么叫轮动 各位 不是嘴巴讲讲 我会让你看节目 你就知道轮动在哪里 而且你今天看节目 你就赚得到钱 为什么敢这样子跟他讲 我又说我们姐未来盘啊 我每次都跟他讲盘未来大致上 应该会怎么去走 我没有说一定百分百啦 但是也八九不离十嘛 对不对 那你能够了解这个盘未来的震动的话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 什么样的个股是未来这个盘 他要准备上工的股票 讲那么多没有用 我们直接来应证 是不是能够让你看节目就赚钱 好不好 我们请导播播这段VCR 谢谢 在这个时间点 接下来的轮动很重要 那轮动会在哪里 我们仔细来看 接下一个族群好像也动了嘛 对不对 哪一个族群 你看光学类股 礼拜一的时候 我有建议我们的会员 9点16分去买中阳光 50块半附近买进 那时候一发完call讯之后就冲上去 会员也不去计较那什么 那一块两块就先买了 那时候有些人没买到 所以我9点45分跟我们会员讲 我说中阳光挂50.5买进的单子 刚老师发信时还有50.5 后来冲上去了 我说会员没买到的 你就挂50.5等不用追价 很清楚了 好你会发现 在差不多12点半过后 我看到那个价位 差不多502 503 50.2 503 那代表说你都买得到吗 是不是冲上去了 是不是冲上去了 你看今天 今天股票也在中 对不对 是不是要从低档买进 股价要冲上去了 对不对 好 像光学类股在这个市场上面 因为最近在炒作 元宇宙这个题材 那现在慢慢已经炒作到哪里 因为你现在戴那个ARV 那个大大的眼镜 它会想到镜头 所以元宇宙这一块 已经炒作到哪里 炒作到光学类股 好了 如果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未来是在成型的话 那光学类股 当然它也不会缺席 那你光学类股那么多 你要怎么去找 我只有一个想法 鸿海怎么会缺席 鸿海集团做代工的 怎么会缺席 那你鸿海集团里面 做代工里面 又做光学类股的 不就是中阳光吗 所以呢当初的低档 我叫你去买 是不是上来了 你又买低点了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好 接下来轮动在哪里 我讲得够清楚嘛 对不对 我也不是盘后跟你讲的 我盘中就告诉你 为什么 你就买得到啊 那结果呢 有没有让你失望 你仔细看嘛 今天一开盘就涨停 你要买都买不到 那你要怎么买 你要怎么赚 各位我们仔细来看 我一直跟他讲说 你只要把你的成本 永远比市场低 去掌握一个低位阶的个股 去抓这个市场的轮动 你不用担心说 老师我会不会追高 你刚看到的VCR是18号嘛 对不对 18号我们盘中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啊 接下轮动会在哪里 是不是这三个字 中阳光 我没有乱枪打鸟 我一直跟他讲说 我们持股不多啦 但工学类股有很多啦 那我就抓这一档啊 反正你大小资金 我就叫你买这一档啊 是不是 不就让你集中火力 去破断操作吗 那你注意看 18号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接下来轮动方向 在这个地方 我们盘中跟你讲的时候 你还买得到啦 你买不买我不知道啦 最好你都不要买啦 为什么 我会员买就好了嘛 18号的时候 我还跟我们会员讲 11点25分 我说挂在53块附近买进 11点25分在这附近嘛 53块嘛 那时候我还看到 还有破53 所以你一定都买得到 对不对 好 这类型的个股 不是说涨上来 老师你叫我买 没有啊 刚VCR早就跟你讲过啦 我在15号的时候那一天 我们就开始进场去买 有没有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嘛 挂505嘛 9点16分嘛 一挂完之后呢 就冲上去啊 会员很积极啊 会员很积极 信任我嘛 他知道我们的股票 不是乱做的啊 是不是 好那再来 那当然一冲上去呢 突破505 有人没买到怎么办 我那时候45分啊 我说会员没有买到 你就挂505 等不用追价 有没有 那时候还有破505 是不是都买到 买到就冲上去 结果股价呢 是不是从第一档买 买完之后呢 礼拜五掌停啊 不用追 不过会员我们全部都买好了 所以说不用说啊 等到要冲上去 要攻掌停板 然后再叫你去追 市场那很多老师的抗讯都这样啊 啊怎么搞的 乖工掌停你叫我买 我到底要不要去买 在我这边没有这个疑问 好因为我从来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好不好 会员怎么做 我就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所以咧你看 买完之后 礼拜五冲上去 在冲上去之前 会员第一档买 该加码的也加码 是不是 结果到今天啊 一开盘 再攻掌停板 两次啦 啊这样能赚多少 头头你先想想看哦 如果你今天跟着我做 我就说 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 都希望说能够买低卖高嘛 可是你什么时候做到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 万八那个时间点 我都是叫你卖股票 因为我的做法是一定有买有卖 股票不是说每天都叫你买啦 很多老师从万八的股票 跌下来到现在为止还在套啊 不是吗 啊套了就不管 每天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 不是这样子做啊 每次在高档的位置去 你不要去套到股票 然后呢 如果每次在高档 你就套一点套一点套一点 我说那个叫凌迟嘛 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割 你的资金就这么多 等到割完之后呢就挂了 你也没有什么资金可以买了 所以从万八跌下来 那时候我就叫你不要买 接下来你现金满满 做什么股票 第一档买嘛 该加码我们加码 发动之前你会发现到 第一档都布局完了 对不对 礼拜五赏停啊 今天一开盘就工赏停 我问你你怎么买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 你觉得跟着我们这样子做 你会吃亏吗 如果你去担心怎么会费的 投资朋友你看哦 这一段上来已经快三成了 我从来没有叫你去追过了 所以呢这样的操作模式 才能够让你一档一档的去累积这样的一个财富 你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大家都想买地卖高嘛 可是每次低档你都不买啊 等到拉起来之后你再想说 啊可不可以追 等等我可以跟你说啦 其实这个盘它未来怎么走 我一直每天跟你分析嘛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想的 不是说啊中阳光这里你可不可以买 是未来这个盘后面还要动什么 什么样的股票是后面 在震荡盘的时候 它准备在往上攻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布局了 所以你现在在问 这个涨上来的股票可不可以买 我们已经在布局下一波 在准备工的股票了 这就是我跟你时间的差别嘛 我知道买我知道卖啊 我看得懂多我看得懂空啊 可是你只有买啊 就是只有追啊 你那么多的资金 结果每次都掏一点掏一点掏一点 这对你没什么太大帮助啦 所以呢像这种能够让你低档买进 再冲高的股票 我跟你讲不会只有一档啊 待会我慢慢再来印证啊 什么叫做抓轮动 好不好 那接下来后面 要轮动 准备在工的股票在哪里 这东西我们待会一一再跟你做解说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啦 这地方如果你不会做 你就不要乱做啦 真的啊 你自己乱做 然后每次到那边追高追高 然后掏一点掏一点 你稳稳当当一档股票上来 最起码都快三成了 而且像这样子能够低档买完 继续创新高的股票 不是只有一档啊 我们档档都是这样子做啊 问题是接下来个股在哪里 等下跟他做说明好不好 如果你这地方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我跟他讲过啦 我们有一个古家旗二合一的计划 我没有收购二合一这个东西啦 但是我只希望说能够赚 我就尽量帮你赚啦 因为万八跌下来很多人资金都被套住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古家旗二合一的体验价 但是这有名额限制的 这个方案我敢说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啦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打电话进来问之后 你会说老师那个数字我不满意 不满意就算了 我也没有勉强你啊 但是如果说合你的意 又能够让你赚到钱 赶快在名额之内 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咨询 待会我们就来看啦 能够像中阳光这样在往上供的股票 能够像这样子低档买完在往上冲的股票 方向在哪里 标的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慢慢来做结束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 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欣慰 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间走势比较偏胶着 你看到现在为止 指数空间都不大 那当然你胶着的现象的话 那就代表说它只走个股表现 那关于整个盘 未来的一个变化 我们刚刚在上半段 单元我已经跟他说 本周重点 通膨 因为礼拜三要公布PCE 礼拜四呢 联准会要公布上次的会议记录 所以如果说PCE不是 一直下不来的话 那美颜还会继续冲 好 那就代表说 那动荡会加剧 那刚动荡加剧的话 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美股会不会破月线 好 因为 道琼在这个时间点的盘整局 已经让你看到破月线了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高科技股 也开始在走区间的话 我们要提防他会破月线 所以可见了这个盘 后面这个震荡会加剧 好 那当然震荡加剧 你会说 老师那这可以做吗 不可以做 你乱做不可以做 你乱做干脆不要做 但是你能够看得懂盘 知道后面会动什么的话 你可以做 怎么做 我说你要去抓轮动 你不会做就不要做 我说句真的 你赔钱去多 但是你知道盘式的看法 跟后面走向 你的股票可以从低档买 低档买完之后你看 到今天为止中阳光 再创新高 你要买都买不到 快三成了嘛 是不是 那像这样子低档买完 创新高的股票还要哪些 各位你仔细看 上个礼拜我们您跟他预告嘛 我说你起货结算完之后 这个盘要开始震荡了 上个礼拜为什么起货 能够先拉高结算 我早在一个礼拜之前 我跟你说那个外资空摊不多嘛 所以他有机会拉高结算了 可是你拉高结算完之后 你要跟国际股市接轨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边走震荡的时候 他一定有股票会出来撑盘 那什么样的个股会出来撑盘 你去想一下 上个礼拜三起货结算的时候 那时候拉金融 礼拜五的时候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那时候拉台积电拉连电 那今天这个盘他拉什么 拉面板 然后再动一下那个 稍微动一下航运股 对不对 他就说老师到底这个盘要拉什么 你知道吗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为止 有一个族群他每天长 哪一个族群 你有没有看到被动元件 你有没有看到被动元件 从上个礼拜一路涨 涨到现在为止一继续创新高 那投资没有 被动元件的个股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就去买被动元件 你东买西买你干脆买被动元件 那怎么买 你想想看 11月10号上上个礼拜 我就说有一个族群要动 那时候我说我在等他的发动点 那就是被动元件里面的奇力性 15号的时候呢 我们早盘开始进去买 854855你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呢他当天是不是开始供 对不对 结果呢 有没有继续勾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再创新高 朋友 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再创新高 你资金稍微小一点买这档 资金多的呢 上个礼拜五 158跟你讲的华星哥 买完有没有上去 买完有没有上去 买完有没有创新高 到今天有没有让你看到 再创新高 我哪一档叫你催锅 我哪一档个股没有让你看到说 你看节目能够赚得到钱 他们很像看啊 上个礼拜一就跟你说 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就去买被动元件嘛 是不是你不是我会员 我怎么保误你 我只能告诉你方向 就在被动元件啊 结果华星哥创新高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你自己小一点去买奇力薪 奇力薪今天创新高 到今天为止 奇力薪还是在创新高 如果你先跟着做 我会帮你抓什么 速度快一点的股票嘛 在哪里 中阳光 第一档买完之后呢 再创新高 两只涨停板 今天你买不到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我哪一档个如叫你追过 没有啊 这些方向我们都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过啊 你看节目就能够赚得到钱 从比你乱做好吧 如果你的老师都是东做西做 东买西买的 涨上来才叫你追的 我就说你就不用参加了啦 我问你自己追就好啦 要买一堆你自己买一堆就好啦 是不是 结果呢你会发现啊 像这样低档上去的股票 像这样子低档创新高的股票 像这样子低档买完创新高的股票 有哪些 同学有不止一堆 不止这些股票啊 之前我们做的股票 你有发现到吗 我们低档买完上去的股票 我们都先获利一趟嘛 有没有 低档买完创新高的股票 我们也获利一趟嘛 低档买完创新高的股票 我们也获利一趟嘛 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买有卖 低档买完涨停板创新高 我们也卖啦 航运类股前一波上来的股票 我们也做啦 后面我就没做啦 航运类股就不强啦 不是吗 啊接下来呢 你再把资金移转到哪里 被动元件的股票不就上去了吗 你是不是抓轮动 被动元件的股票是不是上去了 光学类股的股票 是不是低档买完又上去了 是不是 没有那么难啦 问题是你不跟着做 你这样拼命买东买西买一推 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啊 那接下来这些个股都上去了 那你如果你新会员加入 你要怎么做 好那各位我跟你讲 接下来的轮动会放在哪里 我先举例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瑞奇电通 11月1号939附近买 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没有动买 对不对 结果是不是工涨停 有没有 工完涨停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各位我跟你讲 洪爱集团里面的网通股里面有三档 一档健看 一档台通 另外一档就是瑞奇电 这三档股票里面 就只有瑞奇电 他是赚钱的 可是你会发现到啊 建案已经上去了 台通之前我们第一档卖 22块卖嘛 今天又涨停嘛 可是我们卖高点嘛 他也上去了 那你现在网通的个股里面啊 就只有瑞奇电 他还没有完全上去 而且他筹码是最稳的 三档里面他是赚钱的 我跟他讲 接下来动这档 很清楚啊 问题是我们已经第一档买了 你说老师那怎么办 我进去帮你抬轿 那我跟他讲啊 接下来这个盘 有一个族群会动啊 我先不讲 因为我们建议会员 慢慢布局当中 因为这跟盘式后面有关 所以如果说 你一直没有办法 掌握住这个市场的轮动 你整个盘式上来之后呢 你又赚不到钱的 那我建议各位啊 不如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我跟他讲过 古佳琪二合一 这有名额限制的 我也不增加你的负担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你听到数字不满意 你电话挂掉就好了 好不好 我也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参加 你要赚钱的 你赶快利用这个 古佳琪二合一的体验价 有名额限制的 好不好 后面的轮动 让我来帮你掌握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早前听到欢迎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多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因素 和三个法官一起来心理 都会让您的诱惑 自己的诱惑